我也是比较喜欢做影片、拍照、设计一些图案、branding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我就选择Bachlor of Multiveter Design 我叫汉泽,我现在是第二年学生拿着Bachlor of Multiveter Design 我来自文莱 你来自文莱? 我之前刚来自文莱,因为我的O Level 成绩还是算OK 所以跟我家人讨论过后,就决定拿Foundation Engineering 然后刚拿了Engineering过后,我就觉得很难 然后就感觉上不是我想要的 但我就跟我的爸爸讲了,可能想要换去Multiveter Design 因为我觉得这个专业比较适合我 我还会打电话给我爸爸 对我讲说 爸爸我就读到我很幸福 我可以换吗 然后我还酷 然后我本身从一个工程师 转去设计师来讲说 我觉得对我来讲会是很难的东西 结果第一季过了过后 我的成绩出来 诶 比如我想象的成绩还要好 所以我就给我发证明讲说 其实如果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来讲说 我会读到比较开心 然后我的成绩也会稍微比较好 我现在因为在前几个月 我跟我的一个学生叫Mr.Sano 他带着我们去跟一个 Sarawak Biodiversity Center 做一个影片 帮他们做一个商业化的影片 我本身是没有接触过 我们这种做影片的经验 那我们做的是一种像Animation Graphic 这样子 所以老师带着我们去跟那边的客户 去跟他们洽谈 所以现在老师已经提前 已经带我们进入到 去社会工作的这种 让我们更快的去有这些经验 所以我是很感谢Mr.Sano 给我这次机会 去跟真正的客户做一些项目 然后又想了很久 又想说 大体如果我读这个出去又怕 会有工作吗 然后现在的社会会需要我们 但是因为这是Multimedia Design 那我不只是可以做像 Video这样子的工作 我可以做摄影师 我可以做Videographer 我可以做一个Editor 我甚至还可以帮一个公司做Videographer 那这样子我的去外面找公司机会来讲 说会比较多 因为我们这已经学了很多东西 还有跟Client 那我鼓励大家还有 尤其是我们来的同学 还有Cita Junior 可以过来选择来读书 可以来Explot这里的地方